说到除夕的执法行动 警方在全国各地拘捕了680名违反行管令指示的民众 当中没有获得批准跨州跨县的一共有117人 另外还有106人涉及娱乐场所活动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下午发文告指出 680名落网者中有610人接获了罚单 59人延长扣留 另外11人获准保释 另一方面 霹雳华都雅野改造中心和员工宿舍 以及登加楼务数巴西阿卡区的三个甘榜 分别出现了29和21宗确诊病例 后天开始落实为期两个星期的加强行管令 直到这个月27号 至于目前处于加强行管令的柔佛新邦令金监狱和员工宿舍 因为疫情受控加上病例逐渐下降 所以加强行管令从后天开始结束